电锤壶下边这个配件叫偶合器 它也叫做温控器 它在电锤壶当中起到一个安全保护的作用 非常的重要这个功能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它是如何工作的 以及它的工作原理 把它拆下来以后呢 就这个样子的 这两个机器人端子 分别接在这两个大小桶圈上面 当在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是这样放在电锤壶底座上面的 我们拿个底座来 就这样放上去的 放上去以后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两个就是接电源线的 当把它放上去以后 这两个线它就和上边 这两个机器人端子就导通了 导通以后呢 当我们使用电锤壶的时候 打开上面的开关 然后电锤壶啊 它里边就开始工作了 当水烧开以后 电锤壶上面的开关就会跳开 就会断电 假如这个开关坏掉了 划了以后它不跳了 也就不断电了 那么慢慢的就会把电锤壶里边的水烧干 等它烧干了以后呢 这个藕合器啊 就可以起到作用了 它的作用呢 就是起到一个 当烧干水以后 它的底部温度会变得越来越高 等达到一定温度之后 然后呢 这个双金属片 它就会动作 就会起到一个往上跳的动作 当把它跳上去以后呢 你看一下 上面是有个这样的顶针 白色的 贴上去以后 这顶针往上面一顶 然后呢 里边的接触点就断开了 仔细看 当它断开以后呢 就会给电锤壶停止加热 就已经给它断电了 它肯定就停止加热了 防止起到 它是起到一个防止干燥的作用啊 如果不断电呢 在使用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呢 就是它的工作原理啊 然后呢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它是如何工作的 首先我们来模拟一下 就给这个双金属片上面 给它加个温 来看一下 它是怎么工作的 我们来看 给它加温 我们看一下这个双金属片 它的一个变化 你看 刚烤几下 这个金属片就跳上去了 是吧 等它上去以后呢 你看上面这个基础点就断开了 是不是 现在又断开了 等到温度降下来了以后 它这个金属片它就会复位 然后呢 你听 复位了是吧 然后这里边的金属点 接触点又接在一起了 这个就是电锐壶和合纪 它的工作原理 它在电锐壶当中啊 是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好了 视频感谢大家观看 答案 就是